牛肉饺子馅的做法 准备食材 牛肉、胡萝卜、生抽、盐、大葱、黄豆酱、蚝油、植物油、淀粉13香 1.把牛肉洗净切块后剁成肉馅 1.加入生抽、盐、黄豆酱、蚝油、淀粉13香 2.将胡萝卜切碎后 放入适量油和盐略微翻炒 再把胡萝卜放凉加入牛肉馅内 3.大葱切碎 倒入少量植物油搅拌均匀 再放少量盐进行调味 4.最后将调制好的大葱放入牛肉馅内搅拌均匀 一份美味的牛肉饺子馅就做好了